事情是这样子的 昨天我的远房表妹打了一局比赛 录给我了一段视频 发过来我一看 我的天哪 看完比赛我只说出了这四个 比赛为什么让我吃惊呢 因为她玩的是东皇太义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哪个女的会玩东皇太义的 我表妹她就爱我 而且还玩得不烂 发给我视频之后 她还带了一段文字 说我是你永远打不死的 我当时一看这语气是多么的嚣张 于是我就点开了视频 看下去了这句 我深刻的意识到了 我永远是你打不死的爸爸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我的天哪 真的打不死啊 并且我的表妹还玩得 与其他的东皇太义不同 她不但打不死 而且还特能杀人 从前期一直牛逼到最后 你们看这一波 她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她独自一个人 面对了对面四个人 我的天哪 要我我早下破坛找跑了 而她并没有 她选择和敌人硬刚 穿梭游离在对面的阵型之间 杀她和欺净欺诸 我的天哪 把对面的人员全给赶跑了 对面的人员都不惜的大理她 我的天哪 我要是遇见这样的通皇太义 我也不理她呀 打也打不死 靠近还容易被她打死 惹的一身骚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时候有兄弟就该说了 对面只要出一个制裁之刃 她就拈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对面的人员 她就怎么就不出这个制裁之刃 或者是梦魇呢 我都开始替他们着急了 可是现在比赛刚刚到达三分钟 谁第一件出装出梦魇啊 你不是在说笑吧 是的 比赛才进行到三分钟 她就这么牛皮了 我严重怀疑 我的表妹她开关 时间来到六分钟 我想这一次对面的制裁之刃 和梦魇应该出了吧 这次东皇太义 直接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并且大招控住了对面的老牛 与对面的三人切除 一个中间先解决了曹操 随后被莫子的大招控住 无痛不痒 不过看情况 对面的人员 并没有出漠视 对面该不会是个傻瓜吧 为什么不出漠视呢 不过傻瓜也不能傻五个是吧 就这样 比赛来到了十分钟左右 这一波是东皇太义 对面的三人硬刚 东皇太义此时已经残血 看样子 这一波她应该跑不掉 应该快死了吧 虽然她一个球回复 三百的血量 哎她死了 漂亮 看来我的这柄表妹 并不能一打五 那她还有什么好推的呢 我正准备要笑话笑话我的表妹 我的表妹就说了 接着往下看 我拗不过她 于是接着往下看 时间来到十一分钟 此时对面的人员 见了东皇太义 跟见了温神一样 到处吵跑 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想不就是一个梦魇的事吗 对面怎么就不做呢 我真替他们急啊 我都急坏了 不过他们不出梦魇 我也没办法 看对面这个队形都是肉啊 没有秒东皇太义的人物 所以这局东皇太义 简直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是不出梦魇的前提之下 果然我猜的没错 对面看样子还是没有出梦魇 此时东皇太义的一个球 回复的血量已经来到了378 我的天哪 一秒钟只要她在东 可以回复三次下 也就是秒回千雪 而且双抗还更高 对面的射手打在东皇太义的身上 根本就像脑痒一样 而且此时比赛已经进入后期了 而此时对面就算全上 也拿我们表妹也没有丝毫的办法 你们瞧 一打五拿了一个二连击破 又与对面剩余的几人硬钢 一个球回复400多的血量 谁能受得了 对面的几人只能逃跑 哎 白起掉心了 最后一点点 我的表妹又放转杀了 哎 转杀未转到 白起顺利逃跑了 漂亮 白起干个漂亮 我就看不惯我这个表妹的嚣张劲啊 我挺希望我的表妹再死几回 但是事与厌为 我的表妹竟然杀上了敌人的高T 并且还是大摇大摆的那种 对面五个人根本就拿他 没有办法 我的天哪 此时他一个大招就控住了射手 利用防御塔 打着伤害 结束射手的生命 接下来他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兄弟们 比赛到这 我的梦了 我不明白 我始终不明白一件事 对面为什么不出梦魇呢 赢下比赛之后 我终于从我表妹的口中问出了真相 我的天哪 他玩的是 说了半天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